一般来讲,我们树枝,假设说 下来,它一定会有向光,到最后它会往上涨 所以,这个要穿火烧起来的时候,是往外再往上 所以你去观察树枝,它最后一定是会往上 假如说这个树枝是垂下来的,最后它还是会往上 垂下来有时候是重量,尤其是在北方下雪的时候 松树都会比较往下,我们台湾的松树都是比较平或者比较往上 所以它会像火焰烧起来一样,我会这样子 这个就同样,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来,一个一个 现在这样子来,所以它都要朝这个方向走 等于说太阳是这样走,所以这样穿过来的时候 所以这边里面我们会,如果是往上的话,你看我们会 这个是往上,因为刚好太阳在这边,你这边你都要再往旁边 这样,那这是直的一棵树 那如果你是已经斜了,斜了,我们会变成这样 因为我一组画好以后,之前讲过要重叠 往上长得比较难画,好像往下重叠 品质重叠跟阿卡古重叠 其实你点斗并看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你要画出厚度阿 所以一朵花你要画出厚度 就是后面还要有阿 我现在是画一朵花喔,像菊花的花 还没有,这边还没有开的菊花,哇 这样它是不是一团了,就像那样 然后它再来,假如说你花有开的才会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要画结尾球 所以,往上画的时候 因为是相关性的问题,所以你看这里来讲 我还要画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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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都往那边,整体上是全部往那边 因为树枝是这样过来的 因为光的问题,所以 有的是说,你一个神经啊,所以它一定会往旁边挤 你不能这样画,这样画就排队了,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画一路一路 所以就要这样,它才会结尾球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但是你不能无限的一直往后画 你看,这样不对喔 只要这个圈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后边它不会一直再往外 所以,这个叫树梢嘛 所以我们说树看顶铃 要看树梢比较厚重 所以另外画到最后,我们树梢都会比较密 那因为这里密,这里吸出 第一个,画密,它有生命力,很茂盛 第二个,这里就画少,它才有立体感 很多,然后你才变少,变少,变少,变少 变少,变少,变少 它这样就有立体感,好像有金色 变少,那你上面会比较大 这样才会有立体感 所以,这个方向,因为你现在没有软起来 另外一个,你这个也是,缺少树枝 因为我们要顺着这个树枝 的方向去长 从我们手机的方向好不好,输这个方向 这样 所以这个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以这一支来,画到这样 你要再一点厚度,顶多后面再补一下 这样就夹准整叠 下缘这里就不用太多 甚至于说墨色要淡一点 还有一个叫虚跟实 这里很实 你会这样,每一笔都画到很有力量 那,慢慢这里的叶子就不要那么实 甚至故意把它画有点 软,软软,软软 这样就是软软,对吗? 所以在这边力量会比较弱 好,这个地方,你要把它画厚重 下笔要慢,重叠要多 后面再就夹准整叠 那如果单独的叶子 可能风在吹或者是什么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 所以 有时候我们会故意把它这样放掉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里有点动 这个不会动 因为比较厚重不会动 那你单独的一个树枝会动 所以 数字要画 就是说 其实你去看树它是这样子的 有的对称有的没对称 然后它会一个叶子 这边会一个叶子 然后你比如说你这里又一个叶子 它是这样来的喔 去外是这样来的 甚至说你这里又一个叶子 在这里面 这样 如果没有对称的 你再一叶来 再去做重叠 实际上你看到的树 它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这样等于说 有一点把它符号化 这个叫简约了 就是把它 我们讲说圆简易干 把它简约的 组合出来 你要去看实际上的它会更乱 所谓是单独一棵树 也有单独一棵树 这样楼下就有了 它就会单独这样子 屁股就是这样而已 这样一个 或者它一片叶子来 它就会长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相关性很重要 等于说你这样子它才会有生命力 这块很大 这个是后面的 就不要那么大 所以这里你看我们会比较随心一点 就是这边虚 虚的意思 因为觉得这个叶子有在动 这个没有 那这个很厚重 这个很虚疏 我们讲人人 台湾的外公家是一粒 全部一趴 一趴到一粒 一趴 那应该是天道病吧 还是一趴 一趴是集中 一点点而已嘛 一串就 一粒是一个很大支 一粒 一粒 一粒怎么说 不知道大家 所以台语的粉更柔 一粒一趴一支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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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就是一粒而已 我这样子过来 一粒 一粒 一粒是很大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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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一粒 比一粒更多 我会说 我小时候 听到一粒 没听到一粒 一粒 一粒就很单独 一粒 一粒 我头一粒 老师,我这个脑就是这边常常会不知道要怎么画,就是在尾部的时候 我感觉它好像有方向感,它是在底下 对,它还比较有点方向感,但是它没有这样子 好像这样倒下,没有像果叶一样倒 等于说你看,你这个是你是都从这样的方向走而已,这样还不够 它要往外长,这样才有生命力 可是我到后面这个就会,就是树枝的旁边就乱掉了 所以那个就叫虚掉啊,看你牙齿,比如说我现在是这样 这个要看状况啦,像这样有的味道,你这有的生意是没有 所以说好,我这里开始画以后,这边的叶子你画了以后 你要做一个重叠,这样子,这样就,我们都一趴了 对吧 这边就是跟之前一样,所以 一定要画成续成一团,简单的说啦 然后这一团是成这样的方向 对吧,有时候,如果是单独一棵树比较远,这里可能叶子就变很少啊 这样就很少啊,如果是在这里的虚掉的地方啊 像这边是虚掉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就会把它放掉了 所以说,有点夹,有点夹就是 是有落伍了 那就是说把它放掉 因为这里叫虚 这个不是,这是一整棵树的底下还是有叶子 只是说,它叶子,这里很厚实,到这边 就不用那么厚实,所以笔法就有差 笔法就简约一点,这样比较没有力量 这个会很有力量 所以,一定要分这样的话 我们不能说,你从头到尾,每个笔都很有力啊 你看,你每个笔,你都很有力量 我现在跟你有龙蛋 龙蛋也会分出来 你都有,全部都有力量,它就平调了 所以,你们会变成说,你尾巴也都更同样 会有这个问题 这就比较刚才这个同样的意思啊 这是双勾 如果说,如果说你现在是单勾的话 这个地方我估计要再改造一下,想一下在哪里 如果说你树枝,通通要改造 树枝多一点 因为我们从那边看下去,那方向感到不太一样 双子比较多,然后你再化验 叶子大小,那个都齐次啦 如果你,我要画像后面那个,画比较大,那个叶子就会比较大 就不会,就不会画这么小 这样,你就只要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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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立体感,对不对 但你没有重叠,有厚度 我可能举步稍微再做一下重叠 这个都没有一定的 有人就直接这样子破底就好 也有比较协议的这样画画而已 善子一定要有相关性,跟这个同样,要一插一插一插 甚至于说,把他笔法画成变成 所以你会觉得他会有在,会有动感 你们都会不会动感 但是,我们都讲喔,先求动再求不动 因为最高境界是不动的 就是说你的画面会很灵静 虚静空静 那种意境是,反而是我们要追求的 我都看完就讲,简单讲,这家儒家施行 到家就不动了 到佛家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可能要看那个献子 献子 献子之外,整个画的意境 有没有,像江照生老师的话 到后来是不动的 刚开始,他的画是,欧伦光也整个山 聪明了教的感觉 你会觉得那个山充满了 活力,都有声音了 他到最后会画到那个山完全没有声音 山很静的时候,那个意境 跟你很喧华,很有生命力 静不代表没生命力 你看这样的差点 我最近看那个 你看他这个 这个我都,他叫 蟲鸣鸟叫的声音 就是 所以他的笔法会很活泼很娼劲 这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的画 你看看,手都在上面 树荫底下很凉快的那种夏天的感觉 树荫很茂密 这是他早期的作品 这个到他七十二岁就走了,很可惜 到这个时候,尤其是,你平平这样闭下去 那这一张,这张跟这张很像 对,不是,刚才一张 一样在树底下那种 跟这张,跟这里 跟这里 好 好 所以,一样啊,以这张画来讲 你看他就简约掉了 你会看到画面上都很安静 都很安静 都很安静了 这张最明显 然后这个是声音很多 然后你这个,他笔法很娼劲 等于说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 龙飞凤舞 这个已经是笔法很简 然后线纸也没有说那么律动 所以有人讲说,灵拙悟桥嘛 这个就是拙字叫桥嘛 哦 所以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桥而已 以后才会 桥都很难知道 对,桥都很难知道 对,桥都还没 就要拍两张 影影血量书吧